皮肤的不适 常见是可能蚊虫咬伤 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个清凉剂 家中常备用药万金油 现在要寒涨 每罐从90元调涨到100元 肚子痛吃的正路丸 小瓶价格从165涨到180元 大瓶400粒妆则要470元 而涨的不止这些 专制鼻塞的欧制鼻喷鼻液 远嫌价格大约是250到280元 直接涨到310 另外知名大厂 保利镜贩售的假牙清洁钉 也一下子涨了15元 涨价本来就是趋势 那这样子物价涨薪水才会涨 如果真的必须要使用 还是会买 只是可能就是 如果能不用 就尽量不要用这样算 其实从去年底开始 国内药品陆续调涨 主要在于年底即将上路的 药品运销规范影响 各大药厂为了提升 药品的运输品质 连带的成本效益 全落在消费者身上 像新的法规出来 相对这个药品 在运送的过程 政府都跟明确的法规去规范 确保这个药品的品质 不会受到因为运送的环境 而影响到药品的品质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 对民众是好的 药品涨价免不了 民众在购买时 建议询问药食意见 摆脱品牌民思 选择相同疗效 价位较低的药品 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还能审核包 大约新闻 吕思宣检员集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